日本之名乐团 贝斯手郁慕盛吴 首次在台湾开唱 他以天假名拼音 新唱出一句句台语歌词 这是盛吴写给阿嬷的歌 变成一首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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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重山不是山 是一个比金门还要进的日本领土 属于日本冲绳县的一串岛屿 一九三零年代 台湾中部一群凤梨农工 为了求生存 理想背景 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玉木家是其中一个家族 1930年代 八山农民募集政策 为了求生存 理想背景 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玉木家是其中一个家族 那时候来的时候 博物这么安静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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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美国 那时候来的 就是 老来的 那时候 那时候 博物业 来的 特別等来的 圣武的阿嬷 第一代移民 日子 最苦 靠物能为生 第二代到市中心 发展为清果中寒商 岳木家开的清果行 是岛上的第一家 岳木阿嬷没想过 这一代 待了三代 自己也从少女 变成67个孙子 曾孙的阿嬷 孩子的彼端 台湾的亲人 还好吗 88岁生日那年 儿女 准备送她 一分惊喜 在她的美女的祝福上,她们和她们都在台湾上 她们再次带她去台湾 我再次去台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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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上 2015年春 这次阿嬷第二次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乡 距离上次是十五年前 许久未见的亲人再重逢 今晚圣吴跟姑姑台义都没通 此刻与此间没有一丝隔阂 对岳母家族后代来说 这是一趟寻根之旅 原来他们的起点在这里 今今になって思えばね 母さんは台湾語よく喋るのに話すけど 私なんか聞くだけ聞いて 自分で喋ろうというあれがなかったですね 何時か何時ね 虐めがあったから 虐めもあったから 1996年八山で最後のパイナップル缶詰工場が倒産した 近かった台湾はフェリーが亡くなったことや 高い飛行機台が原因で交通不便になり 台湾移民にとって 遠い祖国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僕の家族も含めて 波乱に満ちた八山の台湾移民の歴史も ここで終焉してしまったかのような節目を迎えた 但未話下的句点 是国籍認同的问题 岳母阿嬤的儿女作为移民第二代 究竟我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 曾经使他们困惑 甚至为了生存 隐藏台湾人身分 争 cell ân denn次水晨 一 motsが corros OK こだった 台湾人身分 最も当て転生 たくて 英国真的是 海人にも聞いてもいいんですが 台湾人台湾人は なんかų 말씀が悪くて とても嫌 水晶でなかった 入席してくれなかった rein 마�孔 因此50岁前 他们完全不愿了解自己的台湾背景 直到母亲一天天老去 语言他们已经不会了 不希望台湾文化也在自己这一代消失 于是三百公里外的玉木家 还会包粽子 也保有拜土地公过年的习俗 希望让台湾的根源 尽管在冲绳也能继续延续下去